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以首个有黑人成员的韩国女团 而引起热议的组合Black Swan 大家有听说过吗? 昨天D社独家报导了 Black Swan的一位成员骗取粉丝的前耳被提告的消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根据D社报导 上班族A某在10月26号 以诈骗罪对Black Swan成员Hemi进行了控告 表示被骗取了5000万韩币 并提交了汇款单、信用卡账单、月租、明信等作为证据 Hemi是2015年伊拉尼亚成员出道后 最近以Black Swan的主唱再次回归乐坛的成员 A某表示 一开始是以粉丝的立场来应援他 之后在关系变得亲近之后 对他产生了好感 也就真心的希望他能成功所以才帮了他 但是两个人并不是恋人关系 也没有发生过恋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A某跟Hemi是在2018年12月透过IG认识后 也实际见了面吃饭喝酒 关系变得非常亲近 之后在2019年4月22号 A某给Hemi传送了两个人一起吃的牛肉照片 但是Hemi只回复了 先帮我解决我妈的事 根据A某表示 当天在吃饭的时候Hemi对自己说 家里发生了状况急需500万韩币 因为A某没有马上答应借给他 所以Hemi在第二天又发送了短信 我没有把我爸当成是摇钱书 只是觉得不方便拜托别人 觉得对我爸说比较安心 所以才会开口 一开始A某有拒绝 但是Hemi说自己成功之后一定会还钱 也绝对不用忘记这个恩惠 所以A某就在4月27号 贵款了500万韩币到Hemi母亲的账户里了 然后之后也因为Hemi苦诉 自己实在太累不想住宿舍 想搬出来一个人住 所以A某就自己拿出了2000万韩币的押金 帮他做了一间商务公寓 还为他拿了90万的月租长达一年多 总共有1135万韩币 不只是这些 之后Hemi也以 目前公司还没有给自己结算 真的没有生活费为借口 每两三天就开口跟A某借钱 给我点生活费 给我点生活费吧 现在开会不方便 等一下会给你 要付酒费不够20万 一天都不接电话 只为了这个联络我 从2019年5月到2020年5月 A某一共给Hemi汇款了212次 金额高达1800多万 而且他还给Hemi办了一张信用卡 让他在紧急时候用 结果Hemi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 就花了1280多万 但是到了最后A某发现 借给Hemi的钱 他大部分都是花在喝酒玩乐上 而为他租的商务公寓 却变成了他跟别的男人秘密约会的场所 对此大大失望的A某 来到商务公寓找他要他还钱 但是Hemi却锁上了大门对A某说 我会报警 这是我的家 如果是你的名义的话 我会马上出去 但是这房子是用我的名字签的合约 钱我会慢慢还给你 现在没有 不管我的事 那就提告也好 怎么样也好随便你 反正现在没钱 之后Hemi换了电话号码 从商务公寓搬了出去 也从A某面前消失了 也因为Hemi就这样消失了 所以A某才会提告 对于这件事情 Blake Swan的搜索公司对媒体表示 确实有借500万韩币 公司会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情况 而在昨天晚上 Hemi也关闭了自己的IG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根本就是把男生当成踢管机而已 连个钱都没有还喝什么酒 竟然还要生活费时吧 这里不是有黑人成员的女团吗 成员们好可怜 一看就是一人为了钱 在利用粉丝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女生很坏 男生很笨 男的活该 结果在今天 Blake Swan的所属公司 再次对媒体表示 两个人不是透过IG 而是在Hemi暂时以直播主活动的时候 因为A某赞助了很多钱 为了感谢他而见面的 并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之后 A某一直要求做 所以没办法就开始远离了他 除了借款500万之外 信用卡等其他部分 都是A某资源提供 绝对没有要骗取 然后商务公寓变成了 与别的男人秘密约会的地方 也不是事实 这个部分有证人证据可以作证 对于Blake Swan黑命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Pan Tan Pee的眼神争议 实在没有意义的理由 大家应该知道 有很多IDOL们都因为被瞬间的解脱 而被黑粉造谣成 态度不好 人品不好的争议 而Pan Tan成员Pee 曾经也遭遇过这种眼神争议 但是用Pee的眼神来创造争议 真的是没有意义 因为Pee用这种悲伤的眼神 吃大葱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见在片影之下门我 理这道旧片影的天津得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